大家好 我是阿泰 欢迎收看世界什么态度 今天带你来看越南的态度 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后面有两个帅哥 这两个帅哥是谁 我后面是川普 美国总统 另外一边是金正恩 北韩领导人 那这两个人跟这两个元首 跟越南到底有什么关系 是因为他们前阵子 在越南举行高峰会 两个人见面就是在越南 也就因此越南这个国家 就一再地浮出国际社会台面上 各界就会更关注越南的政治 经济 当然还有历史文化的部分 那当然也会经常被提出 没有错 今天就是要带你来看 越南的人文 一说到越南的人民 你可能会发现 越南有一个姓氏非常的常见 我们来看下一张 对 就是这个字 最常见的越南姓氏就是这个字 这个字怎么念呢 日乌安 软 日乌安三生 软 软这个字呢 我们就常听到 常听到软春娇 软氏月花 时不时在街上就能碰到姓软的人 那这个字呢 那这个字呢 在越南里面 在越南文里面怎么念 软 软 软 我的发音可能有点不标准啦 不过还请见谅小立边啦 因为这个字呢 这个字就常看到 到底有多长看到 你可能在路上啊 看到碰到十个人 大概就会有三四个人 就会是姓这个软啊 那就等于说你在路上 随便还一个 软先生可能就很多人跟你回头 就这么多人 我们来看到底有多少人 姓这个软啊 越南总共有八千九百万个人 人口是总共是八千九百万人啊 那姓软的人数高达百分之四十 算一算这多少人啊 这到底有多少人 我来看一下啊 我拿个计算机啊 这总共是八千九百万 乘以四乘零点四啊 等于是三千五百六十万人 三千五百六十万人 到底是多多的概念 这等于快要一半的人耶 因此呢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在越南啊 你只要在公众场合 你只要叫一个软先生 大家都很多人都会回头 所以必须 软是众多公众场合 喜欢用名字的 就是第三个字 或是第三几 第四两个字来称呼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概念啊 其实有点复杂 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跟你 比较清楚一点 软春娇 假如有一个人叫软春娇 那我们就叫第三个字 就叫做娇小姐 那如果它有四个名字呢 软是春娇 软是春娇 那我们就叫做 我们就叫第三个字 跟第四个字 叫做春娇小姐 有没有很有趣啊 非常的有趣 也可以知道说 这姓软的人 非常多 到底有多多 那为什么也会这么多人 姓软 我们来带你一块来看 深入报道 好山好水好好玩 位在中南半岛的越南 是不少人出国观光选项之一 一旦深入越南 了解当地人文 许多外国游客 就经常发现 每认识十个越南人 就会大约有三到四个人的姓氏 都一样叫做 中文翻成软 越南文念 但标准的发音 恐怕没几个外国人 办得到 你能知道我的最后名字吗 哦 不不不不 我可以做的 不不 不 软这个姓氏 根据统计 在越南八千九百万的人口中 比例高达将近百分之四十 像是越南领导人 就叫做软负重 就因为姓软的人太多 网路上就有不少软的发音教学 在这视频 我会教你 怎么诃到一个很流行的最后名字 在越南 那是 软姓 软姓可说是不折不扣的 越南第一大姓 但到底为什么 就必须得翻开历史课本 由于地理相近 中国的汉人 从古代就深深影响着越南 各种姓氏也都带入了当地 一二三二年 越南的礼朝灭亡 陈朝建立为了防止国民怀念礼朝 陈朝就强迫所有姓李的人 都改姓软 但为什么是软姓 从未有相关历史记载 但历史书中一再提到 之后的越南每一个朝代灭亡后 新的朝代都会要求 拥有旧朝姓氏的国民 全部都要改成软姓 甚至到了19世纪末 法国同志时期 为了人口主查 只要是没有姓氏的越南人 统统冠上了软 至今不管是歌手 还是国际选美加力 许多越南公众人物都姓软 但就是因为太过普遍 因此一般人不太会在公众场合 称呼对方软先生或软小姐 而是以名字的第三个字或第三集 第四两个字当作称谓 例如软春娇就称为娇小姐 或者软式春娇就称为春娇小姐 一旦了解这些当地更多文化 身为外国人 可望更能拉近两国彼此距离 三地新闻 程仁泰报道